HELLO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自熱限時第四賽季例行賽第六週的賽事 那我今天主播會 我的賽評TOP 那我今天一樣會為大家帶來五場比賽 第一場NICE對上BUTOUS第二場 BUTOUS對上HES 第三場MUMAIKA對上NICE 第四場GOJOEU對上MAXET 第五場是MAXET對上HES 那今天是我們循環賽的最後一週賽事 那這一週打完會 排名前四名的選手會進入到那個 下一週的最後的決賽 第三場第三名跟第四名的選手會先打 一場BUTOUS 然後贏的人會再跟 循環賽第二名的人打一場BUTOUS 最後 這二三名獲勝的人會再跟第一名打一場BUTOUS 那我們這個 第四 我們這個第四賽季例行賽就會結束了 會結束一個冠亞軍出來 然後目前分數的話 目前HES是遙遙領先啦 HES就算 HES今天會出戰兩場 那這樣他不能輸喔 他如果今天這兩場有輸的話 其實還是有危險的 因為NICE跟HES他們的大分只差一分 所以如果HES今天不要兩場輸 他只要有一場或是兩場 那基本上應該是穩達地 那目前排名第二名是NICE 第三名MAXET 第四名ROIS 第五名MUMAICA 然後本季 BHN5 GOGOJOE 目前是零勝酒吧 醫生都還沒有輸到 所以阿這就是我要的JOE 欸JOE已經打完 他九場打完了 他是第一個打完了 他一分都沒有拿到 對阿他這個 他那個 都在打那個Hartsystone 我看他 我看他是 沒什麼在練星海了吧 我從另外一個人口中聽到 他是在玩那個 那還有WO NACHE 豆腐 阿但一人講一種 就是沒有人會講 StarCraft II 可是他還是有練吧 比賽前的樣子 可能 可能 我看可能也很熟 就我聽那個什麼 上次月子跟他播的時候 他說什麼好像天梯有收到 天梯有收到 天梯有收到 他就是看他們在打 然後去狙擊個一兩場 對不對 去打個愛心 所以他去狙擊人家就對了 他就很喜歡打個愛心 對吧 跟你示愛然後就12滴就過去了 這個畫面挺衝擊的 我感覺好像很難打到一起 這兩個人 Blois對上的是NICE 那Blois這邊選擇的是衝突 他沒有選擇跟NICE打一個成都內戰 他又在玩衝突了 他又在搞飛機了 Blois的衝突招式還算是蠻犀利的 這個你知道他們兩個禮拜三才打過嗎 大衝突 這星圖啊 他們兩個這禮拜三才打過 而且也是DVP 喔好有機喔 後面有一個表演賽 他也是用DVP 他前面都是神打神嗎 神打神啊然後他2比0NICE 真的假的那麼牛逼喔 NICE那個玩神竹運氣不太好 算了他玩神竹 然後是戰術被課就對了 沒有老是看不到東西 阿Blois都是用那個嗎 VR3BG 沒有一把VR3BG 然後一把 一把一把閃追開 閃追開那一把也只能怪NICE 對不對他前面 兩隻先知什麼事情都沒做到 一過去遇到閃追 跳一下BOO然後就不見了 聽起來是運氣活不好 那兩隻先知 那兩隻先知 那兩隻先知沒做到事情 直接掉超級虧的 那隻追獵就全部 那個老鴨追獵就全部往外走了 我覺得老鴨打NICE 如果用重拙的話 拿個1分應該是有機會的 但是要 一個翻戰BOO3要贏 我是覺得偏難的 我覺得他拿1分都很難 我覺得他拿1分都很難 有機會的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他就是長這樣你知道吧 就他的戰術就那些了 就長這樣 你要嘛 你看這把看起來像是正常炸 等一下不用想 可能也知道是什麼 刺蛇狗一波推過去 用極尾獸比較多欸 他用刺蛇狗 好像是刺蛇狗 然後等一下對不對 心情不好 第一把沒打贏 第二把我就12D加農民 通通拖過去 對 大概就這兩套吧 有點不停干擾 到底吸爽沒 這個弓兵真的很煩欸 我看有些韓國選手 看到這種弓兵一直吸 就是拉一隻弓兵 那去AR 至少不要讓他一直吸 反正我就是拉一隻弓兵跟著你 至少我不用一直控加油的東西 但損失的錢其實是差不多的 反正你弓兵也來了 對阿 我拿了這弓兵兵你不會過 差不多差不多 哎唷 VS開 我這個還把這個蟒蟲還在那邊跳 還跳 看這個人真的是 這個人真的是把嘲諷點滿 狂飛了 好這邊看到VS 哎呀 這個蟲胎被點掉有點虧阿 這張圖二三礦的距離 勉強還行阿 但其實說進也不進阿 所以這個蟲胎還是很重要 這個蟲胎還是要想要把它結在一起 而且重點是這個後面第二隻教室 這個蟲胎好像是沒看到的 因為他剛剛王蟲是 直接往主礦飛進去了 所以他家裡是什麼都沒有 一條 這個會飄主礦 飄主礦 進去了 哎 被卡到了 哎呀 點歪了阿 天阿 這應該起碼要四隻的 結果他點歪了 老鴨讓後蟲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卡在那個礦點 應該是剛好卡在那邊吧 如果他是故意的 然後又這麼完美的卡到的話 那其實那個還蠻漂亮的 讓對方的教室沒辦法再礦後這樣 剛放下去 哇這硬戳 這有點過分吧 戳不掉吧 戳不掉阿 這太過分了吧 戳得掉嗎 不要騙我了 很能量了啦 哇這是怎樣 這是相當的有毅力是不是 是 剛剛在啥意思 這個戳這個主堡不比奇妙 他這樣虛空過來 然後把那個主堡戳掉 不要騙我了 你看 這個這個只要 後蟲 剛剛老鴨是有後蟲的 後蟲稍微拉過來 拉一下 這個山礦就守得住了 啊赤蛇 果然是赤蛇狗 我了 看到這個山礦這麼慢 然後限制進去 等下看到那個 等下看到那個赤蛇狩 家裡開始刷教室 刷教室 刷教室 屌虐 欸他怎麼都沒有進去看 可是他已經認定了 一樣教室殺滿多的 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沒有 可是他拉了所有農民就A欸 我覺得沒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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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沈珠沒賺嗎 沈珠沒賺 沈珠沒賺 已經開要吃神獸血了 直接速度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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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看 就要看這個 NICE在人家外面的 NICE在人家外面的 NICE在人家外面的先知 看得怎麼樣 看一下有沒有看到 3隻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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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殺頭娘 我都會倒殺弓兵手40隻 我這個要打一波 等一下那個刺者 盾力獸修一好 然後把現在 僅有的兩三百瓦 全部 全部變成 三隻到四隻的盾力獸 NICE這邊 看他怎麼守 看他是 這個 這個 機器人就鎖了 欸文蛋 這個VB好之後 他到底看他是要出具象 還是要出電光球 這個打這個肯定用出電光球的啊 我跟你講 具象也是可以燒出一片天的 只是要射程 人家在變了 人家在變了 你頭上有沒有東西 他有蓋電池 他的OB在外面啊 小兄弟 他的限制也在外面 通通都在外面 看到了看到了 這個有點少耶 我覺得這個 這個只要神服 農民稍微拉一下 不要送掉 然後滅光球過來開炸 看他是要炸 炸吃者還是炸什麼 應該都行 欸他怎麼炸的有點爛 還錯喔 嗨 招一下 有有有有 還有寶龍的 完蛋 這破直接送光 直接再會 哇 他剩下的都是教室喔 這刺者打不贏這教室啊 這教室還可以追 再見了 再見了小兄弟 欸開出吧 開出吧 哇你不錯喔 哇你這麼兇悍喔 哇你走出來送欸 開出開出 他先刺者打不贏先 怎麼回事 我們在這邊 NICE先拿下第一分 這個NICE的攻勢 一波接著一波啊 一直不停的在騷擾那個伯托衛 這招不靠譜啊 你說那個伯托衛那招嗎 對啊 這招超級不靠譜的 這個我曾經也想過啊 他是先應該要先用那個刺者加狗 然後不要轉對手 先把對方打到 可能三況退了 然後再轉對手 但但你沒有 你如果沒有就是 沒有沒有出對手 其實對面只要一直刷教室 就就守住了 你說用教室就可以打刺者加狗 對啊 那如果有毒爆了 有毒爆就不一樣啦 可是他這個timing點的 他這個超快的 他這次沒有毒爆了 這個只有單純的刺者狗 我天天到有遇到類似的打法 就對方三況就沒補 然後直接三基地 然後兩況的金雞 然後爆刺者狗來壓到三況 壓完後就轉對手 可是那可能是三況有被壓掉的情況吧 對 三況有被壓掉 他有辦法回去轉移運 那如果三況都沒掉 這個回去應該也轉不了啦 這個nice 這邊只要反推一波教室刷起來 就結束了 我的位置好像熊貓來了 喔 搞事欸 我覺得會進遊戲 來的時候再暫停就好啦 這時候他在搞事欸 對 我覺得來一次暫停就好了 先打吧 我最近才知道那個 好像你去送餐啊 那如果說 到了目的地 然後客人十分鐘都沒出現的話 那個就你的 對啊 那個就是你的 那我覺得那 工作很適合你 不行啦 這樣吃太多我 他媽遲早 直接直接歸西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工作也蠻適合我的 你也不用吃午餐啦 也不用吃晚餐 就去送 就就 反正一定會有這種人啦 一定會遇到 但是你有可能會有一餐沒一餐 或是要嘛 那一天就吃個兩份晚餐 或是你就整個 整天下來都沒吃午餐 這樣 有機會啊 這個 這樣說去哪個熊貓 然後人就不見了 這樣不行吧 嗯 直接人消失了 你不覺得很棒嗎 怎麼樣你要不要送一下 趕快送出去 吃遍天下 先不要啊 好累喔 先不要 最近很超大的 對啊 而且這主要是這個下雨天也要送 這超 下雨天超級 下雨天有加成 有嗎 有加成嗎 下雨天有加成啦 雨越大給的越多啊 沒有吧 沒有重視吧 看一下 但是下雨天有加成 下雨天可能送一份 可能多個死怪又輸 有重視 真的啦 我那個 我那個聊天室裡面有那個 MANUBER的 還有MAN那個熊貓的 對啊 原來是有加成的部分 所以我才知道說 原來送餐10分鐘不取餐的話 東西是你的 只要他付完錢 喔對啊 這個我知道啊 欸沒有 是沒付錢吧 有付錢啊 他都是貨到付款的那種 那就是 那個好像 不管怎樣好像都是你的 只要他10分鐘內 沒取常常都是你的 就是也有那種付錢的 然後可能 就 半夜叫宵夜 然後叫到一半睡著 你知道嗎 你總不可以在那邊一直等他 對啊 我如果今天沒付錢 然後你過來 我又故意不去取 那這樣算怎麼樣 那個是平台吸收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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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應該 平台吸收啊 可是那個人的帳號有可能被鎖啊 是這樣嗎 有可能他就不能 就是 之後就不能再 他都不能交餐 要不要讓我先做一下 我有一些想 你就 你就來送我來叫 然後你接我站 之前就有 就有外送員那個啊 之前那個外送員 就是他外送員 他是自己 自己叫然後自己吃啊 然後 他就是用那個平台漏洞啊 就是你自己叫 然後叫完之後 然後就假裝 就假裝客人都沒取餐啊 然後最後那個東西你就免費 免費吃 對啊被抓到啊 對啊被抓到啊 只是不知道怎麼抓到的啦 但是 但是 就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看那時候 就抓到應該要 應該要關起來了呢 真的欸 你這個 這個其實應該是 啊 這個民視的應該是不會被關啊 頂多賠償 是嗎 我想要是 那什麼刑事的罪名 應該是沒有吧 嗯 我來了嗎 我喜歡 好馬上進到我們今天的第二場 光魚影 那目前比數是1比0 這邊是nice 暫時領先 我看這一把 這把就不會按抖名了吧 這把就不會按了 然後就直接戳出去了 你怎麼按了 他等一下就把它炸了 不用怕 炸掉啊 這還可以炸啊 你現在還來得及回心轉移啊 應該是不會炸了 好 第二張第五來到的是光魚 第一 左上紅色紅色的重學友是 可樂威斯 那第五右下角藍色 藍色的十字學友是nice 你說這張圖12D是因為他很近對不對 欸 沒有啊 就只是單純 就只是單純那個 想要叫他12D趕快下去睡覺 可是我看他比賽都沒有用12D欸 你說老鴨嗎 嗯 我就算少欸 我沒看過欸 就播到現在沒有看過12D 有這種是 yes 我常常看到欸 他玩那個蟲竹一言不合 12D農民就拉出去了 他這邊是仙瓦斯的 那些狗是開 這個應該是那個了啦 這個應該就是那個 19農還是21農 那個蟑螂狗一波 應該是只剩這個選項了 他衛生蟲洞啊 然後空頭 應該不會吧 這個 有這麼古老的打法嗎 這個以前曾經 我曾經 看了TOO 學了一套3分50秒以內 蟲洞在你臉上蓋起來 但現在應該是做不到啦 現在應該沒有 我說那種是二本生了以後對不對 先生空頭加蟲洞這樣 現在好像沒辦法 因為現在那個 現在這種這麼極限的 蛙絲洞會不會夠 你主要是那個啦 蟲洞之前有變貴吧 蛙絲要變多 所以現在好像沒辦法那麼極限 之前最開始剛改版 那個很智障那個版本是 很智障的時候那個版本是 你那個只要單瓦一直踩 然後後蟲出來 然後二本一好 你就可以直接 你就可以直接 剛好150瓦蓋蟲洞 然後後面 主要是後面開的洞好像也變貴了 然後出來的速度也變慢了 所以現在這招就不好用了 他這樣看起來要正常打 他是瓦斯陰體 先爆一波狗 先爆一波狗 他又回去了啦 他瓦斯又回去了 這 他又拉了一隻回去了欸 他是不是想 他還是想搞事吧 他又拉走了 他怎樣 所以在調配他的那個 我知道為什麼啦 因為他二礦還沒好 但其實17隻採礦跟16隻採礦 17隻好像還是有多一點 你如果當那些遠礦三個採 效益都還是會好 對阿 所以好像還是會多一點 所以你多採那一點點瓦斯 其實好像也沒啥用 髒 BV 進化師 為什麼一空狗是不是 阿不是阿 你這個BV的時間 你的瓦斯夠嗎 這剛好嗎 好像真的剛好 一百 可以提個一攻 進來了 請君入翁 點龍 再點 可以帶一隻 可以可以可以 夠了夠了夠了 對面有狗樹的情況下 還可以打四隻 夠本 然後主要是這個進化師也看到了 我這個看大概也知道 他會長什麼樣子 門口也堵好了 門口也堵好了 門口病有點少 等一下只要第一時間看到狗怪往後飄 然後 一直攻兵 趕快去 對阿趕快卡起來就沒事了 只要第一時間有反應 阿第一時間沒反應就另當別路 有啦有啦 有啦第一時間有反應 換個 話說你知道 蓋水電塔卡路跟蓋電池卡路有差別嗎 有什麼差別 你說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電池 電池的那個 護盾比較多還是血比較多 呃 電池蓋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 你今天如果說是想要 譬如說像 應對教室的飄那種 你可以用電池 這樣的話你 會有比較長的時間可以去考慮吧 如果說你今天是很危機的情況下 按水晶塔的話 血會比較多 他會比較早蓋好血比較多 這兩個還是有點差別 就像那個 用BG BF跟BY卡 卡那一格也是有差量 三個建築鞋都不一樣 這個大小我看都可以塞一個BG進去 對啊對啊 他是不是都想過了 這個人就是來搞事 我 我動流大一點 等一下真的出事 我直接塞一個大的進來 然後你如果說是 要應對毒霸那種大建築 最好是用毒霸 他血是最多的 然後加的比較苦 這個 這個一公狗衝出來了 啊這個 剛好NICE三礦還可以點下去 先不要點 這個狗只要衝過來 啊算了 反正 反正取消掉也是可以 開到了 取消 直接取消 這兩隻教室在打NICE三礦 進去進去 還可以再硬點 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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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很好 只要是老鴨 這個一公狗 他的經濟太差了 他這個 只有二十九龍的 他現在 正常來說 我們一公狗 壓大概 我想要大概幾 應該也有四十二左右吧 他這個只有二十九龍的 只壓到對面的三礦 一點都不賺 如果是四十二龍的那種 你壓到對面的三礦 我覺得就有賺 機器太差了 對啊 啊他這個 他這個 他這個跳二本 然後他要幹嘛 下四的獸匣 可是他瓦斯也不夠 他瓦斯沒有回去採 他忘記要把瓦斯回去採 然後他現在這個狀況 等一下是完全 一二本好 其實完全沒瓦斯 可以下任何東西 狗都送光啦 啊這個 他這個沒東西可以下欸 他 他不回去採瓦斯嗎 他沒發現嗎 他還在專心爆狗 啊又送光 其實這個已經 這已經可以跳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可以接手了 哎呀 你可以接手 就絕對沒問題 這個 這個後面 神豬怎麼出都會贏喔 你只要那個 你的那個聖堂鼓勵好 合格 差不多兩到三顆白球 配一隻不朽走過去就贏了 他現在才發現 他剛剛沒採瓦斯啊 這個 這個時間等一下根本 做不出任何科技兵啊 這個二本有提跟沒提啊 這個二本有提跟沒提啊 然後 那個 衝鋒狂也好了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打法 等一下會有個問題 是 他這個 他這個 從中大概開個一次 一次 應該開個一次到兩次 應該最多就兩次了啦 他兩次 兩次內 沒有把人家開死 他就開不起來了 這瓦斯太少了 阿兄弟你要開哪裡 兄弟 開正面嗎 兄弟 開正面 看到了 看到這茫茫 茫茫多的白球 這要打個雞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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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全力吧 是不是啊 對啊 他這肚子都要吃副胖打 呵呵呵呵 他還在堅持啊 但問題是 奈斯這個很聰明 他就先知就跟在你頭上 我就一直跟著 你去哪我就 你去哪 你去哪 你去哪我就跟去哪 你那蟲洞就沒地方可以開起來了 我都翹毛啦 不是啊 你這個開起來 這邊也沒東西啊 你這個 這個開起來 出來全部都是後蟲吧 應該沒有除了後蟲出來的東西啊 嗨 好啦全部回家裡了 回家了回家了 出來了很多後蟲 人家是不是很多的狂戰士啊 我公余這邊奈斯最後是後面戰士很難的 葡頭衛斯 我在想葡頭衛斯是不是覺得 奈斯會打空軍 所以他想要用狗跟後蟲來打 打一個太明亮的 先把三框咬掉之後 然後後蟲到他家之類 不然我真的看不懂 他如果要打空軍 他的二本應該要更快 他不會這麼慢 因為 你剛剛如果假設 今天奈斯是走海虛空好了 假設他今天是海虛空 那剛剛那個timing過去 人家虛空都已經超級多了 我看那個也是打不太贏 我在想他是不是會長這樣 是因為他瓦斯忘記 他可能奇怪為什麼瓦斯一直都不夠 然後後來才發現 是瓦斯 還是說他是故意 停氣 可是故意停氣 那個太 對啊那個太爽了 而且他29能 然後這樣打也很難贏 好那我們就一樣先休息一下 下一場是 不是都會一直對上黑色的比賽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玩